婚姻是道场 本书讲述三次元地球人类的婚姻 三次元地球人类的婚姻是修行的道场 婚姻的生活占据了三次元人类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成年结婚以后除了工作上班的时间 便是在婚姻中生活的时间 不在婚姻中修行又在哪里修行呢 修行并不是要躲进山林 并不是要去僻静之地 也并不是要去向朝圣的途中 而是在生活的日常中修行 婚姻是三次元地球人类的一个重大课题 攻破婚姻中的课题 就解决了人生中绝大部分的难题 婚姻难 就难在直面婚姻 三次元地球人类的婚姻中 不满坎坷不平 坑坑洼洼洼 并不容易行走 本书助你在婚姻的道路中 直面担当 穿过婚姻之路 再回头去望 会发现你已得到成长 羽翼见风 自信满满 第一章 请对婚姻说 不 三次元地球人类在婚姻中有太多捆腹 第一大捆腹就是不敢对婚姻说 不 no no是如此难以说出口吗 对于不自信的人来说 在婚姻中说不 确实是很难 因为这里有许多他个性上的难点 因软弱 个性中的软弱 不自信 不敢说不 为什么要对婚姻说不呢 因为在步入婚姻之后的几年中 你会发现 婚姻的殿堂完全不是之前所期待的美满 而是双方有了冲突 摩擦和不适应 渐渐地在婚姻中形成了分化 这种分化必然出现是一方强势 一方弱势 请你以公平尊重的基本相处之道示之 要回过头来问自己 这样的婚姻还需要继续经营下去吗 若不希望经营 需要对婚姻说不 并坚决地走出此次婚姻 只是此时往往会考虑的太多 而选择勉强过下去 勉强地去持续婚姻 弱者恒弱 强者恒强 天平会越来越倾斜 忍字头上一把刀 此时的人往往就会找借口 我修忍辱 这不是修行 而是逃避 不敢直面婚姻中的状态 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 我现在正在修忍辱 其实内心已经火冒三丈 快要憋不住 自己又拍一拍胸口 咽下一口气说 我修 在遭受着婚姻中不平等的待遇时 不敢去为自己争取 而是掩饰 又说 我修 长期以往下去 修得干气抑郁 修得面黄肌瘦 修得病体奄奄 修得神色憔悴 修得抬不起头 修得说不出话 修得懦弱 修得勉强 还在说 我修 许多修行人 都踏入了婚姻中的歧途 以修 来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明明已经不幸福 还要勉强牵手 明明不敢直视 还四处找折腾 叫做修行 拉扯面 还可以更广一点 以上有老 下有小 来做借口 上面拉扯出 父母不同意 下面拉扯出 儿女会不幸福 可是亲爱的 最不幸福的是你自己 最没修行的是你自己 最不自立的是你自己 最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你内在的小孩 阴阴地在哭泣 可是你听不到 你强装门面地说 我修 这不是修 这是遮修布 好了 不说这么多痛点 太痛了 我们回过来 回到你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幸福满满地 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 在阳光下 无拘无束地长大 那时候 你想到你在修吗 没有 你不修而修 不求而得 小时候的你 小时候的你可蒙了 思想可独立了 要啥有啥 只需张张口 抬抬手 你有必要如此受对方牵制吗 不需要 你是独立的 你是赤条条地来 也将会赤条条地去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爱是给予 你哈哈的笑 父母也跟着开心快乐 你哈哈的笑 你也给到周围的小朋友欢乐 你哈哈哈哈的嬉笑 你给周围也带去爱 你并没有祈求 你并不起求他人的爱 为何到了婚姻中 你就变了 变得匮乏 变得求爱了呢 你并不需要对方的爱 是的 你并不是一个乞丐 并不需要祈求爱 你本身就是爱 虽然 你本身就是爱 这句话说起来有点牵强 因为你现在是匮乏的状态 但是 真实的你确实是本自具足 这一点是需要修的 修除你本来具足的爱